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地防疫策略是三检 就是减感染 减重症 减死亡 三检 就是重要人群 重要机构 重要场所 合一优先 就是优先长者 要预防感染 大家都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配合社交距离的各项安排 多做检测 尽快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就可以达到早发现 早事疗 减重症 减死亡的目标 第五波疫情到今 承报个案中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人 当中4.8.4% 属60到69岁群组 16.5% 属70到79岁群组 而连接80岁以上的占71% 目前 与新企业剂疗部的新冠患者中 60到69岁群组占34.8% 70到79到近2乘7而80以上的占22.5% 在阶线年龄群组中 即便是打了一击的新冠疫苗 也可以减低死亡率差别是3到5倍 现实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容易不理想 即日到3月30号 70到79岁的人当中有10万2000人 仍然没有接种疫苗 约占这个年龄群组的18% 至于80岁或以上的人士 现实仍有大概4成2没有接种疫苗 实际数字是大概17万人 换言之现实 仍然有超过27万70岁或是以上的人士 从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 已接种新冠疫苗 帧数越多 减低死亡率的成效越高 政府在推动长者 接种疫苗方面 一级不遗余力 除了为60岁或是以上的人士 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提供 当天的筹码之外 议为儿童青少年和长者设置专用的接种中心 65岁或以上的长者也可以在卫生署 辖下的11间长者健康中心接种克尔莱夫疫苗 政府也通过不同途径 让在家居住但不方便前往疫苗 接种点的人士包括长者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同时政府已经开始载到安奥园和残疾人士院设进行新一轮疫苗接种 安排外断疫苗接种对或是到诊 注册医生在4月中前为全港1100家院设 每间提供不少与两次的外断服务 现是70岁或是以上的人士当中 已接种两针的 占60.33% 已接种三针的 占8.2% 我们的目标是 增取在4月底将70岁或是以上的长者 和院设长者的第一针 新冠疫苗接种率推高到9成 我在呼吁长者把握机会尽快接种疫苗 也呼吁家人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为了做到长者感染 早发现现实的微风强检 强制检测 阿脑院设院有检测安排等都是有效途径 另外 政府退行的院检浸检策略 也让在社区生活的长者可以到全区的社区检测中心或是流动检测站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 社区检测中心于未来两周还有九成的月名额 我们鼓励市民包括长者利用快速抗原测试套装自行在下做检测 特区政府再次感谢中央政府协调 让特区政府可以在短期之间成功采购了大量快速测试套装 目前有不少义工团体在社区分发由政府提供或是其他热心机构捐献的测试套装 市面上的供应也很多 从这个周末开始 政府向全港的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当中也有快速测试套装 一般来说快速看原测试用法容易上手 卫生署有关的示范短片 长者可以先看短片 但是如果长者有困难 正确的完成自我快速测试程序 我希望年轻的家人同住的可以提供协助 我再次呼吁各位市民坚持社交距离措施 家人朋友同事之间也互相提醒 大家要减少外出避免到激波或是空气流通较差的地方 如必要不要参与夸家庭活动 特别是要脱下口罩的活动 另外我也呼吁市民避免集中在这个周末 或是清明节前往拜祭新人 谢谢 现在请张医生 各位好 昨天有2859宗核酸阳性的个案 另外3787个快速检测阳性的个案 一共有6646起 几类的数字是 114万4784个个案 72万2514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42万2707宗是快速测试阳性的个案 在2859宗核酸阳性的个案 4548宗是医管局承报的个案 另外297例是卫生防护中心的个案 另外2104起是私人化验所检验的个案 在昨天的病例里面 卫生防护中心在1128起个案当中也做了基因的分析 目前找不到L452R的病毒株 有1165例是对L452R呈阴性 另外13起是目前还没做完 或者病毒量太低 在昨天的个案里面 有其中树心的个案 有两起是基组人员 在3月30号从德国来港 另外5人是旅客 早有两起是来自泰国 一起是印度尼西亚 另外有一起是阿联9 今天没有新的院设爆发 在已经有感染个案的院设里面 大概有120起 是新增的院友对于测试呈阳性 另外死亡的个案 我们今天收到医管局承报多119例的死亡个案 他们带有新冠病毒测试阳性 医管局的个案的总数 有7,440起 还有7,440起 还有110 再加119例 一共是7,493起 有49例是早前 报告过 非医管局的个案 一共有7,612个个案 7,612个个案 年龄是11个月到112岁 中位数是86岁 这个包括了 3,079位女性 4,533起男性 出死亡 病死率是0.66% 如果没有接种的 病死率是3.08% 打了一针 0.9% 打了两针 0.13% 打了三针 0.03% 明显比没有接种的低很多 在80岁以上的病人 病死率会比较高 出病死率是9.59% 在没有接种80岁以上的人士 病死率是16.3% 是非常的高 打了一针的 已经下降了几倍 死亡率只有6.6% 打了两针 3.36% 跟没有接种的差别是4.5倍 打了三针 死亡率是0.91% 差异是18倍 所以还没接种三针的市民 请尽快接种我的报告到此为止 医管局会说说医管 医管局的情况 现在有10,466名确减病人 在不同的公共医院 北戴衣山感染控制中心 医管局传染病中心 还有亚伯馆的新冠治疗设施 昨天有18名病人情况未呆 33名情况严重 84名未呆的病人 在我们的生切治疗部留意 截至今天零时零分 在过去24小时 一共有102名 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病人离世 他们包括58男 44女 年龄56到105岁 在昨天离世的病人当中 有53名是来自院舍 有67名没有接种的记录 85位接种了一针 9位接种了两针 有一位接种了三针 有97名病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有几位是比较年轻的个案 有一位是56岁的男士 他有癌症 另外有两位是一位56岁的女士 还有59岁的男士 他们两位都有长期病患 由于数据之后 我们今天会承报 3月23号到29号 当中有17名病人离世 是我们还没公布的 包括13男、4女 年龄62到98岁 过去一天 有1416名病人 康复出院 另外大概有10多名病人 在送院筛查 或者院内检测的时候确诊 20多名病人 列为了紧密接触者 员工方面 到现在为止 有21164名员工确诊 当中18839名 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现在报告一下 新冠口服药的情况 截至3月30号 公共医院已经为超过 21600名病人 出发了两款新冠口服药 医管局已经尽可能 为合适的病人 出发口服的药物 现在在公共医院 指定诊所 社区治疗 设施 还有赞托中心 都可以出发口服药 现在有部分 在赞托中心 留意的长者 他们早前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他们现在在康复当中 等待快速测试 呈阴性结果 就可以出院 最近几天 赞托中心 也直接接受了一些 从院设转介的 病症 轻微的病症 他们到了赞托中心后 会由赞托中心 医疗站的医生 做评估 如果合适的话 也会处方 新冠口服药 当公共医院 收到赞托中心的处方后 会安排 药物送往赞托中心 比方说 早上我们收到 口服药的处方的时候 下午药物就可以送到 赞托中心 给长者使用 另外 我们的手机应用城市 有一个功能 已经优化了 一管局 有一个手机应用城市 HA-GO 另外 里面有一个 预约指定诊所的功能 在明天中午12点起 会扩展到第二阶段 市民只需要更新 一管局的手机城市 HA-GO 他们不需要 注册为HA-GO的会员 也可以直接的 透过这个功能 做预约 这个包括还没到 一管局登记 或者还没使用过 我们医疗服务 或者持有其他身份 证明文件的人士 他们都可以预约 指定诊所 这个预约 指定诊所的服务 自3月18号 推广到现在 已经未超过 14000名 确诊的病人 他们已经成功 透过这个功能 预约到 指定诊所的服务 首阶段 就是包括 曾经在 一管局登记 或者使用过 一管局服务的人士 现在是提问的时间 请先介绍你的机构 请简短的发问 右手边 各位好 我是陈新闻记者 我有几个问题 虽然今天 确诊的数字 比昨天再少 300多 但是和白梁医生 就是香港大学的 在电台说 他忧虑 下个月 放宽的措施会反弹 大家不应过分乐观理 有什么说话 回应和医生的说话呢 还有全面有效是 政府正在考虑 放宽外国机组 防疫规定 包括检测安排 准许他们做 闭环管理 如果不去 社区的话 可以自由进出香港 这个安排是真的吗 如果真的 最以整体疫情的风险 有什么影响呢 今天早上 特首在记者会说 两款的口服药 都可以经医生处方 可以在占脱中心使用 我想知道口服药在占脱中心的需求有多大呢 谢谢 我相信第五波的疫情到现在 虽然数字比最高的时候低了一点 但是 我说市民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任何时间 疫情反弹都有可能的 我们看之前的几波 一个病例 有一个超级传播的时候 已经可以反弹 所以大家现在不要放松 虽然数字会落到7000多 相比5万多 已经少了很多 但千万不要松懈 大家一定要谨守社交距离的措施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群聚会 或是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关于任何外房输入的措施 我们要坚持 现在我们整体的防疫策略 在外房输入 还有内房反弹 你要小心的看每一个细节 关于基础人员 我们一直都按疫情的发展 调节收紧很多的措施 上一步的做法 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审慎 原则是不可以叫香港的疫情变差 何医生 之前站脱中心 主要是接受 在医院接受了治疗之后 正在康复当中 等待快速测试 成阴性的出院病人 所以这些病人如果有需要 已经较早前已经服用了 有关的药物 如果这几天开始 有站脱中心 直接收从院士来到的长者 这两天才开始在站脱中心 有用口服药 下一个提问 左手边 你好 我是点新闻 我姓冯 我想问 从29号到现在 站脱中心 收了多少个院友 从跟之前有多大的变化 有些的老人院说 他们申请给院友去 站脱中心 但是没有下文 有些地方是床等人 有些是人等床 这个协调机制 有什么改善的地方吗 行政长官今天说 考虑在星期六 派抗议服务包 短期可以做一个 全民的快速检测 去了解香港疫情的情况 局方怎样看这个计划 你觉得可行吗 会是强制性的做法吗 会用这个方法 取代全民的核酸检测呢 现在香港还有75万人 还没有打针 有专家说 他们可能受到错误的讯息 对疫苗的安全有错判 当局有什么方法改善 比如说宣传推广教育 叫市民对疫苗 有正确的支持突破 现在疫苗接种率的尊敬为 第二第三条 行政长官今天在记者会 说即将会派发 抗议服务包 包括很多的配套 包括口罩 快速测试套装 还有中程药等等 我们知道快速测试套装 还有测试方法 在疫情发展以来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不断的优化 找到最合适的测试途径 可以自己做 可以短时间有结果 比核酸测试更快 配套方面也不需要像荷酸 测试 需要那么多的机鞋 还有人员的配置 某程度可以达到摔查测试的工具 特区政府 你也记得在疫情进入高峰之前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在市面上要购买测试套装 我们感谢中央政府的协调 我们很快就得到大量的测试套装 给市民使用 现在市民可以就着需要用快速测试套装 这个计划怎样做呢 怎样配合 周末派发的服务包的测试套装 稍后会公布 但是市民一般要提高警觉 除了防疫 个人的防御措施 多做测试也是一个方法 现在我介绍鼓励长者要做 他们可以及早发现 也有特效药 可以减少重症跟死亡 所以绝对可以帮助长者 长者优先这个目标 关于疫苗 从推出疫苗计划以来政府从不同的方式解释疫苗的好处 有专家委员会有不同的专家 用他们的渠道 有特定的群组 好像内科的医生向内科病人解释老人科向老人群组解释 副产科就关心不与乳根怀孕的问题 每个星期都有疫苗的发生的事件分析 死亡的比例没有接种人士的比较 所以资料非常多 现在可能是一个个人的决定 我再次强调 大家要保护长者跟幼童 我希望他们自己或是身边人 鼓励他们接种增加他们的保护 谢谢 关于站脱中心是由社署负责 以管局提供医疗资源 所以有关的数字 可能你要问相关的机构 下一个提问 右手边第二位绿色衣服的女士 你好我是有线电视的 我想问疫情之下 今天有6000多起 整个星期都在四位的数字 卫生防护中心怎样评估疫情 我们到卫生没有 还有特首说 快速测试 你怎样评估这个成效呢 你觉得市民做了一定会承报吗 有没有罚则 射署的站脱中心入住率偏低 三个七个都不到三成 医管局会与射署讨论 怎样更好地用 占拖中心的床位 疏远舒缓 医院的压力 徐局长现在违反强检的 微风强检的佛则已经提高了 为什么现在要这个时候提高佛则了 是不是因为多了人检测 还有星期二初的时候说 不管有没有违反 最高的罚款就是25000元 但是过了一天 这个提高到5万元 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呢 招令习改会不会叫市民无所失从呢 快速发测试 今天特首在记者会说的详情 我们稍后会公布 快速测试套装有它的特色 方便你在家用 也非常简单 所有市民都可以自己用 可以提供找发现的途径 细节政府会公布 关于调节一些违反 强检令的一些法则 较早之前我们把违反强制 检测通告的罚款加强了 所以相对 强制检测 法律之下的条文 应该用一个符合比例的方法调高 因为这是由于商称性跟 这个比例 合伏比例的原则 法律方面改例的 没有变过 一直都是跟着这个原则 已经改了 出通告的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 出的不太清楚 所以要澄清 我们即使在新闻公布 已经更正了 要改的地方没有变过 现实医务人员会安排 合适出院或者适合出院的长者 在出现病症后的第七天 我们会为他们做快速的测试 如果结果是阴性 我们会安排他们回到院设 如果快速测试的结果还是阳性 病人的情况是稳定的话 我们会安排 把他们转往 散脱中心或者社区隔离 设施继续隔离 直到快速测试的结果是阴性 才会安排他们回到院设 张医生可以说说疫情的部分吗 现在的趋势是慢慢的下降 但是我们还在一个高位 今天还有超过六千例 相比头四波 每天如果有一两百个病例 已经是很高了 所以大家对于几万的数字 回落到几千 可能有点盲目 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高 希望市民可以留意 下一个提问 右边的这位女士 那新闻了 刚刚公布了HACO城市里面的新功能 你们预期应用后帮助会有多大 你们预期反应会有多热烈呢 医管局是不是可以应付需求呢 另外就是关于内地中医专家敌港后 跟医管局跟卫生防务中心做了什么交流 你们目前看到有没有什么方面 香港关于中医药的香港可以做的更多 协助防疫呢 另外口服药的方面 早前提到私人诊所也在讨论有关的安排 最新的进度是什么 什么时候私人诊所才可以用口服药呢 另外私家医院拿到的数量 有没有空间可以上调呢 早前提到你们会做一个抗复者的登记平台 可以提供一个进度的报告吗 什么时候可以启用的 何医生 手机城市方面 我们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优化 早前我们要求曾经在医院登记过 或者用过我们服务的病人 才可以用这个手机城市 在优化后 即便是没有登记做会员 或者没有用过我们的部门 或者不管是不是用身份证登记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希望这个服务可以更多人使用 目前我们指定的诊所 还是有名额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不舒服的病人 也可以用这个手机城市 或者用电话登记 我们也有关爱的名额 对于高风险的人士 他们我们有提供特别的名额 他们可以使用指定诊所的服务 今天中医团队有跟医管局的主席 还有我们的总裁 还有我们的同事会面 他们也了解过 我们在公立医院医疗系统 对于新冠药的相关服务 我们也有交流 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最近工作的发展 我们分享了彼此的经验 我们会参考内地的经验 希望可以进一步达到删减的目标 口服药方面 我们早前跟私人医院 简化了有关的程序 现在他们每次可以借 一定数量的口服药 有需要的话 他们可以备用 处方药物的用途是一致的 这个是让私人医院有更大的弹性 抗扶者的平台 早前也是市民关心的 就是在需要用疫苗通行证的场所 怎么可以让掌管人知道自己已经康复了 好让他们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以前他们要透过出院的记录 或者在卫生署登记过 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已经康复的受感染人士 这个对于掌管人执行上有点麻烦 所以我们会整合这个平台 政府不同的部门已经在筹备这个平台 我们预期五月的时候才可以退出 希望市民在等候一下 下一个提问 左边这位记者 你好 我是AM730 刚才医管局提到 口服要 就是要收到占脱中心的指示 会在同一天运送 以后会不会安排 药物 属存在市家或者占脱中心 或者有法律上的规限 早前提到快速测试的承报过案 如果过了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登记 你们目前收到了多少这些登记 早前的抽查个案站中 你们删除了大概100中 这两种情况 似乎是没有反应在每天 唠高的快速测试数字呢 防疫抗疫包里面也有快速测试套装 会不会把早前已经感染的人 剔除在名单以外呢 或者还是会派发给他们 防疫服务包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家庭里面不同成员的需要 可能有不同 所以口罩测试机 中程药或者健康质讯方面 对于可以满足家庭里面不同成员的需要 口服药在占脱中心方面 医疗站的医生看过病人 如果他们需要病人 需要核实使用口服药 他们会做出处方 处方会传证到我们的医院 我们会马上安排有关的口服药 医疗站的同事可以来医院领取 他们早上寻房后 下午就可以拿到药了 所以安排是非常的方便 关于快速测试的承告平台 如果他们有问题查询 我们在做有关的工作 有一些个案是延误了处理 可能早前出现了一些问题 还没完成处理 那些数字 加上我们抽查后剔除的数字 我们目前还没处理 容后我们会一次的处理 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最后两个提问 黑色衣服的这位女士 另外还有一名男士 我是明报的 刚才何医生提到 占脱中心最近几天 已经开始在出发口服药了 可以提供有关的数字吗 我们看到卫生防护中心 跟医管局已经在网上公布 目前住院乘况的卫带 还有严重个案的数字总数 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五波 卫带跟严重病人的总数 在高位是达到多少 卫带有500多名 严重1100多名 现在的重症率是应该怎么计算的 你们看到重症率出现了什么变化了 特别是开始用口服药以后 这个重症率有没有下降 跟外国相比 香港的重症率是怎么样呢 第五波 几类的重症率是多少 何百梁医生早上提到 卫带跟严重个案的数字低于死亡个案 可能有一些个案还没 病人还没送往 深切治疗部已经死亡了 重症的个案数少于死亡的数字 有没有还没进深切治疗部已经死亡的人数呢 最后世卫今天公布 这个就是2022年完结这个紧急应变的蓝图 如果香港可以结束我们这个紧急情况的机会吗 我们有机会着不同的情境 做不同的规划吗 关于世卫说了一些他们对疫情的看法 我想整的来说 所有的国家所有地区都希望疫情尽快受控 这个SARS COVID-2的病毒的疫情可以减到最低 这是共同的愿望 但是香港仍然在第五波慢慢回落的阶段 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应该集中继续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心态来做当前的工作 当然科学家对病毒的理解分析 病毒的发展变异的可能性 我们就留给科学家去研究 现在不管是市民或是政府都要携手合力 在香港特定的环境我们人口多密集 我们从前几波得来的经验 还有第五波取得的经验 要发挥的更好 也要善用中央政府给我们的资源 我们就是尽力用好我们得到的资源 等等 至于站脱中心 是这两天才直接从院设转到站脱中心 就是不太多长者有病征的情况下转过去 还要么我手头上的都是单位各位的数字 而生前治疗部如果我们现在服药病床的使用率是大概七成半 我们也有一些分流去不同医院有协作的计划 生前治疗部涉及入侵性的程序 我们要看这个措施是否真的可以帮助病人还有家属的意愿 所以要看需要 讲者没有用话筒说话 现在没有这个数字 黑衣的那一位 你好我是香港01的 我想问明天取消禁非是否预期多了很多输入个案 医疗系统上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可以应付得来吗 第五波是输入引起Delta 也是因为一个隔离期快完结的时候给灵机传染 有什么方法避免同样的错误 有人说应该用检疫期来分访 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港台港大的研究 儿童的病死超越流感 现在有没有儿童死亡重症的数字呢 长者可以有口腹药 但是小朋友不一定有用 有什么方法帮助小朋友 防疫服务包后天就可以派发了 可以告诉我们哪一款的快车套装吗 防疫包之中就这么多 关于外防输入的策略 我们看得非常紧 现在已经算布了 地区性的禁费取消了 但是我们相信必须要做好整个 外防输入的配套 不管是对他们来之前的要求 到了机场的检测 检疫 走酒店的安排 每天的测试都是非常严谨的 在以往的阶段 学到了一些教训 不太好的经验 一定会在这一次 面临的做得更好 政府也有团队监测 他们的要求是否做到 比如说空气的增加 空气清新机 除了基本硬件的配套 也会监察他们是否做得很好 关于服务包 我们服务包提供的检测套装 一定是合服 我们公布了四类的牌子 不管是本地美国欧盟 或是内地官方机构认可的套装和医生 关于儿童病人离世的个案 在第五波我们系统录的 有八名儿童离世的病例 当中有一个十一个月的女婴 两个三岁的女童 四岁和男童 也四岁的女童 八岁的男童 九岁的男童 十四岁的男童 整体来说 我想说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怎样保护我们的儿童呢 第一怀孕的孕妇 我们妇产科的医生已经说了 怀孕当时打疫苗是安全的 而且有效减低早产 减低早产已经保护了我们出生的婴儿 第二 头六个月的感染 儿童的感染也会减低 可能因为母亲的抗体跟婴儿有联系 也减少大人的感染 传染给婴儿的风险 第二 我们的治疗不单是口腹药 如果病情严重的 在院内我们有一些干扰素 肺固醇都可以用 在儿童方面 三岁以上也有合适的疫苗 我们再次呼吁 我们已经打了很多针 希望家长还没有带子女接种的 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预防剩余治疗 如果真的中了新冠也需要医治 但是医治都是有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多次强调要打预防针 我们的儿童 我们看到上呼吸道的失效症 也有对脑神经的袭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接种疫苗 那位行家想不问一个问题 我是无线电视台 我想问 政府在外防输入已经开始放宽措施 卫生防护中心怎样评估 多了客气回港 好像刚才的行家也说 因为输入的病例引发本地的爆发 有什么措施防止输入引致爆发 你担心有内忧外患的情况吗 就是本地感染还是有增加的输入性 还有HA GO这个服务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在使用 或是登记这个使用程序 放宽的第二个阶段 你觉得可以有多少人 直接透过这个城市 可以约到指定诊手 刚才副局长提到检测中心 未来两周还有九成的一月 现在会为减少部分的检测中心的设施 腾出资源做其他的抗疫工作 等待疫情严峻的时候 才再开放这些检测中心 关于检测中心 它有两种 有一种是固定的 有一种是流动或者是临时的 他们是在固定检测中心以外的 非常规的中心 他们可以处理不同群组的检测要求 比方说有一些群组属于高危 他们需要定时检测 他们可以用这些设施 最近两周重启了强制检测公告 所以市民需要到这些设施做核酸的检测 我们认为这些检测的配套是有需要多比少好 因为以前有人可能要排队等很久 但是行政机制可能我们可以改善 比方说我们用一个派号 取号机等等改善用家的经验 但是检测还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加强 何医生 指定诊所为止 方面 截至下午一点 我们23家指定诊所已经有超过10万名 2700人 接受医生诊证的服务 一万三千人是经过关爱专线预约服务的 刚才提到HAGO应用程式当中有超过 一万四千名 通过这个确诊的病人 通过这个城市取得了预约 病人可以用不同的途径 比方说电话 手机城市 我们会继续优化我们的系统 就算以前没有登记过我们服务 或者没有使用过我们服务的人士 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 希望透过优化我们的系统便利市民预约指定诊所 张医生有没有补充呢 外房输入方面主要是防止外房的个案 避免在社区个案 所以社区里面没有个案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区 还是有广泛的传播 全世界广泛传播的病毒也是BA.2 这个跟我们在社区广泛传播的病毒是一样的 所以外房输入方面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做到 找发现找隔离 但是处理跟本地个案是一致的 如果这个时候有树性个案 对于社区的传播压力 那就可能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要监察有没有其他的变种病毒 就是BA.2以外的变种 会不会引起严重的病发症 或者有变种等等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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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